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楼嘉慧 突了过去 机会来了 早就取得了领先 接下来比赛就好打很多了 这样近距离的机会 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门奖当然也就只能望求星探楼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杀到前场 选择打门 但是门将这次表现也不错 完全没有受到威胁 他在边路有机会 机会来了 非常重要的一次扑救啊 再办明哨 示意他是约位在先了 一条铲球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防守好像出现了空档 还是很危险 这条咬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想到了好机会 门将直接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往双 带球奔向球门 才说到他们的进攻很有希望 对方就抢到了球选 戴娜 阿尔多涅斯 西梅娜 洛佩斯 迪弗尼梅尔 这本来是个好机会 但他这个攻门质量确实不高 哎呀 门将轻松把球没收了 对呀 他没能把握住 这次绝佳的破门良机 不要再等待了 观众都在喊射门 这球没进 门将直接把球寄出危险区 暂时安全了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目测能找到目标 警报还没有解除 但是这个时候编才盼了越位 往双 边路啊 都是他的空间 哎呀 这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快啊 他一路向前盘带 绝佳的机会啊 这都能拦下来啊 门将立下了大功啊 哇 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成功防住了这个角球 双妹子 往上拿球 现在拿球的是王珊珊 球权没能保持住 被对手拿到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对方的一枚二 射得漂亮 扑得也很精彩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门将把球拖了出去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又是一个角球啊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王霜 王霜这角球传得非常不错 球迷们的意思很明确啊 我们要看的是射门 球又进了 对手的防线在他们面前 像纸糊的一样啊 他们现在已经三球领先了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的这角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看看比分 上半场一边倒了 马利亚桑切斯 丑部员很淡定啊 没有做出任何扑球的动作 不知道是来不及反应呢 还是早就知道这球会打偏 从他轻松的深情来看 可能是后者啊 摇尾 还在继续代球 成功代球突破方式队员太棒了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分差已经到了四个球了 这球啊门将很难处理 面对二打一的局面 几乎只有缴械投降了 两名进攻队员配合的也非常精彩啊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零 斯蒂芬尼雅 队友的支援来得很快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黄珊珊 把球抢回来了 斯蒂芬尼雅 采判指向了点球点 采判同时还向范格队员出置了黄板 非常严格啊 作为球场上的法官 适当的严格是必要的 射门员没能创造奇迹 或许是被他的射门动作迷惑了 能将这一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完全才做了方向 球进的也很轻松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四比一 不时只有两分钟 黄霜 这种放铲动作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很容易犯规啊 黄牌无疑了 果然 防守队员似乎说 我能理解 传给了附近的队友 采判明寿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交换场地之后 将由墨西哥女族来开球 双方开始下半场的较量 往双 交给了楼嘉慧来处理 禁区内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直接命中了门柱 王珊珊 想想这个球还是有点遗憾 这个球打在门框上 也许是进攻队员 太过于对球打门的角度了 球传得很棒 又被扑出去了 这就是长期训练的下意识反应 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就被横连弹回掌杖了 还不能掉以轻心啊 他状态起来的时候 没有人能挡得住他 这步两个球轻轻松松 角球也是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 如何利用角球得分的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王霜已经杀到前场了 打一路代球向前推进 王珊珊 转给了张瑞 近在咫尺拉 这球扑得漂亮 对手差点就再下一程 原才聚齐了 角球 还是很危险 吴海燕 来到禁区边缘了 观众也沸腾了 这球没进 门将成功结尾 反击的机会来了 刚才这个球啊 不得不说 门将拯救了自己的球队 他的出 嘿 好机会 幸好有门将在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 门将化解了对方这次投球攻门 哎呀 太轻松了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 夺回了球权 快速铲断了对方的球 目前的比赛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 网霜 解除了危险 好的 球还在场内 球传得不错 很有机会 这个球 关键的抢断啊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这次进攻还没有结束 还是被门将铺了一下 球进了 帽子戏法完成 还可以在赛后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他做出了无比精彩的扑球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球最终还是进了 这就是足球 双方悬术的实力 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比赛的常规时间 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 费拉尔 拦截成功 拿到球权 带球过掉了对手啊 这球能进吗 球进了 你敢相信吗 这四个球领先的绝对优势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2 这个拼抢很坚决 球已经控不住了 斯蒂芬尼美亚 在进区内 马上又铲球 破坏掉对方的进攻 王双 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 能威胁球门吗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由手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尽 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 马上就要结束了 边路很空 这次进攻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对手破坏掉了 他对对手的行动 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门将把这球支支门外 不过球还在场上 对手攻不过他这关啊 在那奥尔多涅斯 一个挑战绕过的防线 哎 踢大了 这球肯定是被门将没收嘛 王双 边路空间非常充足啊 进球机会来了 这次结尾很急很关键 刚才一个非常好的打门机会 主教练换上了两个替补队员 看看张瑞的处理 没有处理好啊 这球被防守队员给截胡了